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2023年2月13号 星期一 上个星期呢 我在节目里面说过 我这个星期一定要讲一下Grammy Award 因为真的是引发了很多的热议啊 那所以我今天就详细来说一下 真的有很多话要跟大家说 大家可以上网自己去看Grammy Award里面 那个男歌星Sam Smith 他和另外一个变性人Kim Petra 就一起演出了一场舞蹈 歌曲呢 是Sam Smith最新的歌曲 叫做Unholy 这个舞蹈他完全就是地狱场景 那个Kim Petra呢 就是在一个铁笼子里面 跳舞背景 背景是地狱火 然后Sam Smith呢 他完全就是 穿成撒旦的样子 就接受这其他舞蹈员的膜拜 歌词的内容就是Unholy 那就是反上帝 反圣洁就是反上帝 那里面就是很明显很明显的这个 这种邪教的元素啊 撒旦教的元素 还有呢 就是性的元素也是很明显 这些舞蹈员啊 他们的扭动啊 他们的这种姿态和穿着 那就是完全是不再是性暗示了啊 简直就是民事 那Sam Smith呢 老实说他是一个胖胖的丑男 他是声称是 应该是属于non-binary 就是双重性别啊 没有特定的性别 那他甚至在其他的舞蹈和照片里面 就是几乎裸体 或者是半裸体的来 展现他的肉体 和做出非常挑逗的那种性的动作 问题是 你是个丑男耶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很胖的啦 很丑的啦 都一样就是在贩卖 这种很赤裸裸的性宣扬这方面啊 所以现在他们在去贩卖这种性元素呢 不再是为了去挑逗和追求观感上面的刺激 因为以前你看会用美女啊 很丰满很性感的美女 就是为了要挑逗人嘛 现在不是啦 再丑啊 他们都都在贩卖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的性元素已经不再是 就是贩卖感官和挑逗这种性的欲望 现在他们在贩卖性 就完全是一种价值理念的表达和宣扬 就是不管你多丑多肥多怎么样 就是这个样子 咱们咱们就是要来这个 所以在这一场舞蹈以后呢 整个保守派当然就一片的谴责啊 基督徒也很反感 那么左派呢当然就冷嘲热讽啦 哎呀你们这些老古董啊 你看你们不懂得欣赏啊 又来了又来了啊 又在搞什么阴谋论了啊 而且这个Grammy Award的主持人Trevor Noah 他是个很聪明很聪明 很有口才的一个主持人 他在现场呢已经开始打预防针了 就是这个邪恶的浓度实在是太高了啊 所以他就用一点幽默感呢 来减低这个邪恶的浓度啊 我们来看看他的他的幽默感 你看 所以他就是故意 哎呀妈妈你不用担心 是假的是假的 哎好好好你要祷告你就祷告了 谢谢谢谢 所以就用这点幽默呢 就想要把这个气氛给冲淡 而且就是告诉大家 嘿别太认真哦 是假的啊玩玩的 但是老实说 真是掩盖不住这个浓度很高的邪恶啊 还有很搞笑的就是 我看到这个撒旦教啊 就是正式的撒旦教 竟然出面来撇清关系 就是说啊Sam Smith这个舞蹈不咋的吗 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啊 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OK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啊 撒旦 他很爱出风头 但是呢 他最希望大家 不承认他的存在 或者他希望大家认为他不存在 你们就把我当作是一个神话故事的人物就好了啊 Happy Happy 大家开心玩玩就好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撒旦是真实存在的 绝对是存在的 而且他是有位格的 就是说他不是一股神秘的邪恶力量 他是一个确实的具体的灵界的存在 他有性情 他有个性 他有作为 他有目的 有计划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位格 就像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一样是具体的 那撒旦是谁呢 我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啊 很多基督徒可能也不是太清楚 撒旦是被造的 是被上帝所造 他被造的时候是非常完美 他曾经是最美丽 最闪亮的天使长 但是就是因为他太美丽了啊 所以呢 他骄傲 他就想要背叛上帝 他想要抢夺上帝的权柄和荣耀 于是他就带领着一批天使就背叛上帝 结果呢 他连同他的那些天使就被上帝赶出了天庭 那就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一个灵界去在那里继续作恶 与上帝作对 那我们是生活在这个肉眼可见的 一个被造的物质界里面 就是在这个地球上面 那因为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 他们呢就受到了撒旦的忽悠 就是撒旦可以跑到这个地球上来忽悠 但是呢 他不能做什么 所以他只能够靠骗的 结果亚当夏娃就因为被他忽悠 被他所引诱呢 亚当夏娃也背叛了上帝 所以这个世界上本来应该属于亚当的 很大一部分的权柄和能力 就落到撒旦的手中 所以圣经就说我们这个世界 现在是握在恶者手中 躺握的握啊 就是被这个恶者被撒旦所掌控着 但是最终最高掌权的 当然就是在天庭上面依然掌权的上帝啊 就是完全掌管一切的那依然是上帝 所以撒旦在我们这个物质界 他的掌权呢 是有限度的 而且是暂时的 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撒旦和他所带领的那一群堕落天使 那现在已经变成乌鬼了 乌鬼邪灵呢 还有所有不得救的人 抵挡上帝的人 他们都是会在审判中就得到他们应有的刑罚 就会落到永远的地狱里面去 所以撒旦他知道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 人可以得到救恩 撒旦没有救恩 所以他是必定会灭亡的 所以在这一个有限度的时间领域里面 撒旦他一定要积极的作恶 他没有其他事情好做了 他一定会继续作恶 尽可能拉更多人一起来抵挡上帝 所以他尽可能不断的在忽悠人 用财富权力 或者用恐吓的 用骗的 用引诱的 来要更多人 与他一起去抵挡上帝 将来也就可以与他一起下到地狱火湖里面 给他垫背 所以这个是撒旦一直在做的事情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尽可能要让人认为 这个你们竟然相信有撒旦魔鬼的存在 你们竟然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哎呀这个都是迷信 就是他要人家认为这些东西 灵界上帝魔鬼是不存在的 他要人们相信 只有相信物质才是叫做聪明 才是叫做理性啊 你们在今生就应该不断的追求物质 追求名利 那这才是聪明嘛 要实际一点 要踏实一点 今生的名誉和你个人的理想 你不断的去追寻 那才是合理的嘛 什么天堂 地狱 永恒的国度 你的灵魂 哎呦 这种东西都是迷信 自欺欺人啊 精神鸦片 不要相信这些 不要相信这些 因为当人不相信这些的时候 那就拒绝上帝嘛 拒绝上帝嘛 那就中了他的圈套 他就是要人拒绝上帝嘛 所以撒旦的本性呢 他不一定是 他很爱受人的膜拜 因为他要抢夺上帝的荣耀嘛 所以他 但是他又要隐藏他自己 他又要人相信他不存在 所以他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他就利用各种的偶像啊 神佛啊 还有什么大师啊 或者什么官公 这种这种人物 或者呢 红太阳 大元首 一尊 就是要么是用人 要么是用雕刻出来的偶像啊 要么是什么大师 来利用这种形象 让他们去接受膜拜 或者呢 到了后来哇流行文化 就是影响力很大 所以呢 也在流行文化里面的明星偶像 来利用这些人 去膜拜他们啊 去去把你的热情 把你的爱去放在这些偶像的身上 以此来抢夺人对真神的爱慕和敬拜 当然还包括人间的科学啊 体制啊 这些东西都好的 但是变成接受膜拜 不能质疑的一尊偶像的时候 那这些东西都取代了神啊 那就成为撒旦手中的工具了 所以人他只要把什么当神来膜拜 不能质疑 不能怀疑 撒旦就很高兴了 任何东西啊 一个活人或者一个历史人物 或者是科学体制 你只要把他当神来膜拜 撒旦就高兴 所以这个就是撒旦的本性和他的手法 他一定是跟上帝反着来的 他仇恨上帝 因此也仇恨上帝一切的规则 仇恨上帝的心意 所以上帝是圣洁的 他就要反着来 他就要unholy反圣洁 而且他的手法 他一定是欺骗 忽悠 引诱 因为他没有真理 如果他说真话 那上帝才是真理 所以他一定是欺骗的 所以整个主流媒体 你看不说真话的 即使他们说真话 他的动机也是为了骗你 我这句话是真的 下一句话就可以骗到你了 这些都是撒旦的本性 他是撒谎者之父 还有他一定会盗窃 因为这个权柄其实不属于他的 一切的权柄是属于上帝的 所以他必须要当强盗一样去抢劫或者是偷窃 还有他愿意他很喜欢进行杀戮 最好是大规模小规模的杀戮 因为杀戮他就可以收割灵魂 他一定要造成各种毁坏和混乱 就使到这个世界那些人在混乱里面 人的心就离上帝的创造 离上帝的那个自然规律和上帝的良心道德 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人就活在恐惧当中 惶惶不安 所以就很容易骗 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或者充满着仇恨愤怒 你叫他去打砸抢 他就去打砸抢 一下子除死就 一下子杀这个 一下子灭那个 所以他都是来造成混乱和仇恨的 而上帝的心意呢 就是有规律 大家按着良心 守着上帝的律法 而上帝 而撒旦要做的就是与这些相反 破坏破坏这一切 而且呢 撒旦他必定是贪婪的 他一定不会足够 你给他一点 他一定会要更多 要更多要更多 边境打开一点点 最后他一定要你完全打开 这个就是他的本性 而且呢 在他的这种操作底下 在各种欺骗 洗脑底下 人心变得越来越麻痹 对于谎言麻痹 对于罪恶麻痹 对暴力麻痹 人越麻痹 他就越猖狂 他就做得越多 他绝对不会停在某一个点上 觉得好了 足够了足够了 不会足够的 撒旦呢 他从最初伊甸园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了 所以一直都在 所以这个世界我们一直都是善恶并存的 但是在某些时代 在某些地区 某些地方 某些国家呢 他会格外的高调 格外的猖狂 他会很明显的来展示他自己 但是又告诉你们 这个只不过是玩玩的 大家开心就好 不是撒旦 他必定要向上帝去夸耀 你看这些你的受造之物 被你所造的人类 带由你形象的人类 正在受我的操控 受我 正在膜拜我 正在相信我所说的话 因为他总是想要挑战上帝 他总是想要取代上帝 而且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欺骗人说 他不存在 如果你相信撒旦的存在 你就是一个阴谋论者 然后就不断的说 你们真好啊 你们要活出你自己 追求你的梦想吧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Be yourself 如果他说 你们来服侍撒旦吧 大家可能有点怕怕 但是他们说 满足你自己吧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快乐 你配得最好的 哇 那大家都很开心 就跟着撒旦跑了 好 我这个只是很简单的 对撒旦的一个简介 都是从圣经里面 其实都有记载 OK 那我回到现实世界 撒旦就是在现实世界里面 所以回到这个Grammy Award OK 这个Sam Smith 那所以他就展现出 这个撒旦这么爱出风头 但是同时 主流媒体又在告诉大家 没什么的 这不是什么撒旦 这个是玩玩而已 表演形式而已 好 那么这个介绍Sam Smith 出场的人 我也一定要提一下 大家看看 这个是谁 认得出来吗 我是认不出来了 原来他就是Madonna Madonna是什么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他已经是很红了 他已经是在唱那个什么 Like a Virgin 嘿 哇 那个时候是什么年代啊 我以为他已经80岁了 原来不是他现在是64岁 那也 也已经应该是抱孙子的年龄了吧 可是他现在依然非常活跃啊 活跃在这个娱乐圈 你看他在格莱美上面的造型 哇 这个造型像不像 以前我做节目介绍过的 就是纽约法院 法院上面的一个雕像啊 是不是很像 都是这种跟山羊 也就是跟魔鬼有关的这种造型啊 来看看他在 Grammy Award上面的表现 还有啊 你不要以为只有Sam Smith的 这个演出 哇 很具争议性 你看看 这一个Grammy Award上面 其他的表演 其实也都好不到哪里去啊 那但是很多人啊 我也听到很多人 那他们都觉得 哎呀 无所谓 真的不要大惊小乖啊 你知道吗 普通的美国人的生活啊 跟这些没有关系的 你看他们美国人照样去教会啊 而这些人呢 他们是搞艺术的 他们是娱乐圈 所以他们特别有创意 他们追求自由 他们喜欢吸眼球 所以这种啊 不要太在意啊 哎 就是这种麻痹啊 所以这个撒旦就越来越猖狂 其实呢 文化现象 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现象 而文化现象 它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 就是 OK 就是这样啊 Grammy Award 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跟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是没有关系 就是一场表演 No 这个Sebastian Gorker 美国的保守派的 一个很出名的主持人 他就说过 他说你在国会里面 通过的那些什么 平权法案啊 让男生用女厕所的这些法案 在通过之前 他首先已经在好莱坞 在书本 在歌曲里面 早就在唱 在表演 他已经潜移默化的 进入你的思想里面 然后才可以这么顺利的 在国会通过啊 没有东西是独立存在的 所以你在台上看到的 这些东西啊 这些拜撒旦的 这些啊 说无所谓的这么淫秽的东西 男女不分的东西 他马上就出现在手机里了 是不是 然后呢 很快他就出现在图书馆 在书局里面 在课堂里面 啊 然后慢慢慢慢 在大家的心里面 慢慢慢慢 就出现在国会里面 就开始去辩论 然后就通过 立法 最终他就进入 所有人的生活里面 一旦立法 你要拒绝 你就犯法了 所以这个社会里面的 这些现象 他都不可能是独立存在 说毫无影响的 尤其这个是主流文化 这个影响力是多么的大 社会里面的这些 文艺工作者啊 或者是明星 流行文化 再加上背后在支持他们 帮助他们去推广的 还有科技人员啊 帮他们去做这种 种种科技效果的 这种科技人员 还有他们会得到 大量资金的赞助 哎 这个Sam Smith的魔鬼舞 是谁赞助的啊 就是Pfizer啊 给大家打针的那个Pfizer 去赞助这个魔鬼舞的 所以他牵涉到 大量的产业 产业链和利益链 有广告商啊 有供应商 然后啊 广告以后他又要怎么样去推广 所以有很大很大的利益链在里面的 所以这一种的颁奖典礼呢 它的影响力是很大很大的 它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代表 最前端的一个代表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显示器 或者它像一个风向仪 它也是一个带领者 它也是一个被模仿 被学习的对象 大家就知道 我以前做那个服装界 那你都要看那个最顶尖的 那些明星名模 还有最顶尖的 在巴黎出来的 那个最快的时装周 他们所出来的东西 那你就知道 接下来的季度会流行什么 所以它就是一个被模仿 被学习的对象嘛 所以呢这些颁奖典礼啊 这个是音乐界最大的一个颁奖典礼 它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 最前端的或者最明显的一个表现 那另外还有电影 那就是奥斯卡 奥斯卡的颁奖典礼 现在他们也woke woke的不得了啊 以前拿奥斯卡那是最高的荣誉是吗 奥斯卡确实他曾经 他的那个班的奖项啊 他的电影都是在艺术性 在思想境界 还有就是专业程度 那确实都是很高的 所以你得到奥斯卡 那是一个最高的认可啊 但是现在哎呦 这种得奖的奥斯卡电影 你就大家都知道千万不能看啊 都是怎么恶心 怎么变态就怎么来 还有啊 在记者 如果你是做记者 做报刊 那么最大的一个奖 就是普利策奖 哇曾经哪一个记者得了普利策奖啊 那就是最高的荣誉啊 那后来那个普利策奖给了谁啊 给了纽约时报和那个华盛顿邮报的 报通俄门的那个记者啊 通俄门都已经证实一点证据都没有 完全整个东西都是误告 但是那个记者呢 却给了他普利策奖 而且呢不肯收回 在2020年的时候 这普利策奖还给了一个不学无数的一个黑人女的大学教授 叫做Niko Hanna Jones 哇他写了 就是他编写那个1619 1619计划 1619project 这个在学校里面推广 整个内容全部都是谎话连篇 连标点符号都是不诚实的 却得了这个普利策奖 你说这个这个奖还有什么价值啊 所以这些奖呢 已经不再是有具有什么专业性了 完全就是政治挂算 好那有些人呢就说过 他说啊 其实美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啊 我听这个说法也听很多 比如你看比起欧洲 那欧洲是很有文化底蕴的 所以美国却不一样啊 它是一个新兴的国家 所以它没有没有古老的文化 但是呢 其实美国它是有着一种传承自欧洲 尤其是宗教改革以后的 我们姑且可以称它为这个 清教徒文化 清教徒文化 它是孕育自犹太基督教文化 它是经历了这个千年 在欧洲的千年神学哲学的思考 然后又经历了文艺复兴的 艺术创作创意上面的一个大爆发 经历了这个宗教战争 带来的痛苦撕裂 所以来到这些 17 18世纪 这些很聪明 受过良好教育 有过有神学 哲学上面很深厚装备的 这些清教徒那里呢 他们就把之前所累积的文化 消化浓缩 就成为了他们的一种 非常理性 非常入室 又很敬虔的一种清教徒精神 这种清教徒精神呢 它非常的符合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律 因此它也符合科学 符合人性 在社会性的需要 比如说你看旧约 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头五卷书 这个律法书 摩西律法书 它都是在教以色列人 尤其在旷野里面怎么样生活 你可以看到是很接地气 很踏实 都是行之有效 它让上百万的以色列人 几乎像是无政府状态的情况底下呢 在旷野没有组织 没有什么体制的情况底下 却可以生活得很文明很有序 那都是上帝的律法 在那种生活律和礼仪律 在教导以色列人 要怎么样过他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这样的一种律法的教导 再加上千年的思考累积 来到清教徒那里呢 所以他们就有着一套 非常入世又行之有效的 一套生活哲学 他们的这种生活哲学 或者生活方式呢 就能够很有效的 抑制人性里面的罪性 又可以发挥人的才能 所以这样的一种清教徒精神 他们做一切是为了荣耀神嘛 所以尽可能的在他们的每一个领域里面 发挥出他们的上帝给他们的才能 所以就在各行各业里面 发展出专业精神 所以专业精神其实它就是 美国的文化 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它是有着很丰富的 来自欧洲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一种内运 那来到美国 它就变得是非常的现代 非常的入世 所以使到美国有财富和科学上面的大爆发 而且呢 还可以去影响这个世界 也可以建立一支最先进最强大的军队 就可以在全世界维持和平 维持公益 尽可能的这样做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的文化 它是一种在 就是可以在商业 在科学 在各个专业领域 都发挥得很好的一种文化 一种精神 好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就是这些奖项啊 在美国的这些奖项 它就是表彰 在这一个行业里面的专业精神 除了Grammy Award 还有那个Oscar奥斯卡奖以外 比如说美国有在建筑行业 还有文学 刚才的那个记者 这些行业里面 它都有它的奖项 都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啊 所以这种就是专业精神 而专业精神 它就是来自清教徒的信仰和文化 这个就是美国的文化 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OK 那再说回Grammy Award 所以它背后 其实都是有着文化底蕴的 它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所以Grammy Award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奖项 它有很多奖的 它除了有流行音乐 饶舌音乐 摇滚乐 乡村音乐 古典音乐 爵士乐 还有福音音乐 美国它的那个 其实福音音乐 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这些都是专业水平很高的 它有创作方面的制作推广 它的专业水平都是很高很高的 OK 因为他们有清教徒精神的这个传承 但是到后来慢慢慢慢慢慢你拿走你抽空里面清教徒的基督教信仰 你把对上帝的那个金钱改为对名利对虚荣对物质享受 就是要激发人内心的野心 就是要成就自我 要完善自我去激发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追求 而不再是去追求说我要荣耀神 那就大不一样了 你所有的追求都变成是为了人的欲望 本身对自己的完善 OK 那你可能说那又怎么样 那又什么关系 我也不信上帝 我们所做的一切当然都是为自己 人不为己 天诸地灭 我告诉你 问题是很大的 这个本质就完全完全大不同了 因为这些世上的名利物质享受 它是填不满人的心的 所以你追求了名利 你又想实现自我 你实现了自我以后 你还想 我还想在性别上面搞一搞 总之你总是在想要搞一些 更进步更进步更伟大的东西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填不满你的心 你知道清教徒它的成功 还有它的快乐 人家都以为清教徒是穿着黑衣 不屈颜笑 很不快乐的人 No 其实你真正的去接触清教徒的文学 清教徒的文化 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他们的家庭非常的和睦 夫妻关系非常的美好 养儿育女 而且在物质上面 在他们的各行各业里面 又很成功 他们是有着很健康 很整全的一个人生的 所以这些人 他们的快乐在于什么 在于他们的精神世界很丰富 在于他们对上帝的信仰 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OK 现在你拿走了这个上帝的信仰 以物质和人的名利 人的虚荣来代替上帝 好 那全部的那个专业精神还在 于是呢 这样的一个体系 就一定会继续的 异化异化 继续发酵 耶稣说这个罪是会发酵的 最后就发酵成为撒旦崇拜 一定会的 因为撒旦一直都是在 OK 他在四肌而入 他在四肌要来取代上帝 所以曾经是宗教性的东西 你把他的宗教性拿走 你一定会以另外一个宗教 来代替这一个宗教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是了 难道这不是宗教性吗 你以为Grammy Award 完全是属世的东西 他希望你以为 这个是属世的享乐的东西 其实早就已经变成一种宗教性了 已经在崇拜撒旦了 这还不明显吗 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奖项呢 他其实是展现出西方文明 我现在讲的西方就是包括欧洲和美国 西方文明他发展的一个最前端 OK 他走在最前面 那所以从这些颁奖典礼的表演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的文明 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已经走到哪一步了 就是从曾经对上帝崇拜的一种 敬前的文化 后来慢慢慢慢到变成追求社会建设 追求个人实现的一种人本文化 到后来变成追求享乐 以至变成虚无很虚无主义的一种 后现代文化 到现在变成公然在崇拜撒旦的 后现代文化 这个走向是必然的 你拿走上帝以后 他就必然如此发展了 OK 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刚刚昨天美国的Super Bowl 应该是美式足球 他的开幕仪式 这个体育运动也是表现出美国的文化 体育运动其实也是很了不起的 他也讲求专业精神 专业的体育运动员 那都是不容易的 那要先天后天的结合 还有体育精神是什么 他首先是最重要最重要体育精神 他是要尊重规则 上帝就是创造规则的 在体育运动里面 最重要的东西 你就是要尊重规则 如果不尊重规则 那这个体育运动是玩不下去的 好 在规则里面 你就要有技术和体力的比拼 那这个也是专业精神 而且呢 他是延续自古希腊运动场上面 对人体的力量和人的意志力的一种 最高的发挥 然后各自做出良性的比拼 所以体育运动它很能代表 美国传承至欧洲的一种 一种精神和文化 OK 那这个Super Bowl 他的开幕仪式非常非常的盛大 而且他的开幕仪式呢 是由一个黑人女歌手 带领着一群黑人来办唱 那就唱了一首所谓的黑人国歌 什么黑人国歌 这首歌叫做Lift Every Voice and Sing 哇气场很强啊 然后呢唱好以后 再过了一两首歌呢 就唱美国的国歌 而美国的国歌是由一个戴着黑眼镜 戴着墨镜啊 像像虾子一样的 长长头发 胡子拉搭 一副很落魄 邋遢像的一个白人乡村男歌手 叫做Chris Stapleton 他拿着吉他在那边唱啊 这两首歌 黑人国歌和美国的国歌 这个一个呢 是由很高贵自信 一脸正气凛然的黑女来唱啊 另外一个是不修篇幅 戴着墨镜 有点丧的白男在唱 所以这个气场相差很远啊 美国现在到底谁当家做主 都挺明显的 OK不止啊 我要讲的不是这个啊 不是这个种族问题 而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又有一场大型的表演 就由黑人女歌手 Rihanna 她就穿着一身红衣 哇在唱歌的时候 就被举到空中啊 然后呢 这个 她因为穿着红衣啊 这样子 哇又 这个保守派又说 哇这个里面有撒旦元素 但是我看呢 她的撒旦元素 比起Sam Smith 那是远远没有那么多 而且她穿得好像还挺觅食的啊 穿那么多 好像一个睡袋 还是一个红色的棉被 这样披在身上 Yeah but anyway 而且她当时怀着身孕 所以她没有脱光 OK 但是呢 我看她啊 当她整个人被高举 然后也有其他的 其他的舞蹈演员 也好像在膜拜她这个样子 被举到空中的时候呢 哇 然后还喷出烟火 哇 看起来真的是很盛大 我就想到圣经里面 以赛亚书里面就说 他说 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神众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这个是谁 这个我说的是谁 这就是撒旦 所以这就是撒旦元素 撒旦元素不一定 只是性爱啊 淫秽啊 这些的 就是你把人如此的高举 你把人间的名气 财富 财能 技术 把它升到顶端 哇 然后呢 这种自我陶醉 自我膜拜 那这 这就是撒旦元素 你就看全场观众啊 哇 全部都如痴如醉 热情的参与其中 真的看起来像是一场集体浩大的撒旦敬拜仪式啊 所以这个哎呀我这么说可能很多人就说啊阴谋论者阴谋论者 对对对撒旦就是不要你相信 他就是说你相信撒旦 这个什么拜撒旦 迷信啊 OK 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相信撒旦有多么的真实啊 我讲撒旦很多基督徒啊都在那里好像觉得我我是有神经病的 这不圣经明明说的吗 OK 如果你还不相信撒旦有多么的猖狂有多么的真实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麦当纳 麦当纳 他是多么直接的代表撒旦去亵渎上帝 羞辱上帝 挑战上帝 OK 他刚刚呢就替Vanity Fair 他是一本那个潮流杂志啊 拍了很多的照片 也拍了音乐的视频 我给大家看了 这个视频我就不在这里放了 我的天啊 你们可以上网去看这个视频的啊 Vanity Fair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看 我看了以后我都想把眼球拿出来洗一下 啊求上帝保受我 饶恕我 真的是太邪恶太邪恶了 OK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照片吧 我要跟大家说 在西方的道德观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词叫做 Blasphemy 那就是 就是那个亵渎的意思嘛 就是说西方很多大家都会认为一些东西是不能触犯的 比如说暴力 色情啊 鸾童啊 种族议题 那都是不对的啊 不对的 当然现在都已经在在搞这些 那但是大家都知道是不对的 但是有一个最不能触犯的一个底线 那就是这个Blasphemy 就是对上帝的亵渎 这个是连左派他都会多多少少守住这个底线 是不能触碰的 但是现在也已经完全不顾了 完全冲破这个底线 公然就是跟上帝撕破脸了 OK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马多娜他所拍的照片 你看这个第一章 这个如果是天主教徒或者基督徒就一定认得出来 这是玛利亚的造型啊 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的造型 我们不以玛利亚为圣母 但是我们知道她是神所使用的使女 是耶稣肉身的母亲 我们当然对她也是会有会有尊敬的是吗 她就穿上玛利亚的造型 而且那个心啊 因为天主教里面她有Secret girl 就是圣心啊 所以玛利亚的这颗心呢 插了七根键 七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号码 她却用七根键去插进去玛利亚的心 这代表什么 好下一个 你看这个图呢 很多人都会知道 她其实就是隐喻着最后的晚餐 所以玛丽娜她在中间 她是以耶稣的这个位置来出现的 最正宗的是耶稣 她里面有什么你看哦 旁边都是一些不男不女 表情非常淫秽 充满着这种渴望 又迷失又渴望的这种那种表情 然后呢 桌子你看桌子非常凌乱 她有倒翻的一瓶葡萄酒 一杯葡萄酒 葡萄酒是代表耶稣的保血啊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是颁布圣餐礼仪啊 她现在却把这个葡萄酒倒在桌子上 这个完全就是在嘲笑亵渎耶稣的圣餐 还有下一章呢 就是你看这个也是圣餐桌 耶稣简直就站到这个圣餐桌啊 假冒的耶稣啊 还挂着一个十字架啊 另外我有看到 Madonna她很喜欢挂十字架 挂满十字架 还有在 还有一个画面是在 她的music video里面的 那个十字架 真的 真的不能给大家看 太亵渎了 在她的两腿之间 天啊 OK这里你看 她站在圣餐桌上面啊 把那个桌子弄得凌乱不堪 然后其他人呢 就是这样啊 在那里充满着迷茫 一脸的那种 我称为地狱表情啊 还有还有下一章你看 这个她是哇 你看她也是 以耶稣的这个形象啊 来出现 她举起的这个 我不大看得清楚是什么 好像就是面包啊 这个也是就是在 讽刺是耶稣赐下圣餐嘛 耶稣掰开那个柄 说这是我的身体 但是你看她以一种 这么邪恶的眼神啊 来假装是耶稣 好像在在施行圣餐的样子 然后那个桌子凌乱不堪啊 其他身边的人 你看她旁边的那个胖女人 啊天哪 不知道还能怎么样形容啊 所以大家看照片 就已经可以看到 她的邪恶程度去到哪里 而莫多娜呢 她这个人 她已经红了 大概半个世纪了 其实她一直 她的歌啊 她的舞蹈 一直都是里面 很多撒旦的元素的 所以我就说 撒旦一直都在 一直在使用 她的爪牙 她的仆人 在这个世界上 替她作恶啊 但是呢 一个社会 对于这种东西的 接受程度 还有她的普及程度 就可以显出 这个社会 她会 她是怎么对待撒旦 怎么对待上帝 和这个社会 她配得上帝 怎么样来对待 她会遭受上帝 怎么样的对待 那我们就看到 欧洲和美国 她曾经是受上帝 很大的祝福的 不是说欧美这些地方 没有撒旦 没有邪恶 不是 一直都有 你说中世纪啊 还是美国建国的时候啊 美国有叙奴啦 有什么有什么 有做过什么坏事 有做过什么坏事 都有都有 对对对 但是在那些时候呢 教会 它还在发挥着功能 教会 圣经说 教会是拥有 是拿着天上的钥匙的 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捆绑 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释放 所以如果教会 发挥它的功能 阻止撒旦作恶呢 撒旦 他一直都在 但是他成不了主流 他也在作恶 但是他影响不了 那么多人 没有那么多人 会去接受撒旦 那一套的价值观 那种价值理念 OK 就好像 那中国 一直他都是 在骂美帝啊 想要超音赶美 但是以前中国 哪里敢放气球 到处放气球 到美国 到加拿大 到这里 到那里 他有这个能力 他也没这个胆量啊 他有这个胆量 他也没这个能力啊 因为以前美国强大嘛 这同样的道理啊 所以撒旦 他一直都在等候机会 但是他以前 尤其是在欧美 这些有信仰的国家 有教会的国家呢 他不敢这么放肆 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 公然作恶 公然去亵渎上帝 但是呢 他现在就敢了 而且你从 马戴娜 他所拍的这些照片 和他的视频啊 音乐视频里面 你看到 他的风格 其实都代表着 西方文化的 都是有带着 很强的文艺复兴 时期的风格啊 他这个最后的晚餐呢 都是 大vinci的话的风格嘛 但是 他把里面的上帝 把里面的耶稣改变 改掉了 抽走 变成用撒旦来取代 这些都是 圣经里面预言过的 撒旦 他就是要坐在 上帝的宝座上面 来伪装成上帝嘛 你看 现在不都是这样了吗 所以这个就完全显明 现在这个 后后现代的 西方文化啊 就是欧美的文化 这种文化的现状 就是这个 这就是他们的现状 这是主流文化的现状 就是你看 他外表在技术 在专业的 这个专业的程度上面呢 都还在 但是 上帝已经不在了 由撒旦来取代啊 所以谁还在认为 哦 西方文明 西方的制度 那就代表最好的 现代文明 代表了正义的力量 代表了民主自由 那是曾经 那是教会在做光 教会在发光的年代 那是有基督在掌权的年代 那是人都还大致上 敬畏上帝的年代 那是有上帝祝福的年代 是的 那个是西方文明 就代表了正义 代表了自由 但是现在你看 不只是这些表演者啊 成千上万上亿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 用手机在收看的观众 上千万上亿的观众 他们都在欢呼喝彩 都在把这些东西吞下去 都在接纳 这些都是最具代表性的 这些是主流文化 最主要的颁奖典礼啊 吸纳着最多的资金 依靠着最大量的科技 在呈现出来的大型表演啊 他们是走在最前端的风向仪啊 而这些东西都是撒旦 坐在宝座上面 接受膜拜 看到吗 那你说这样的文化 在这样文化底下的国家 上帝还祝福吗 他们还能代表上帝的公义吗 还是正义的力量吗 最主要的就是上帝还喜悦 还与这样的国家同在吗 啊 OK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是不是他 那接下来上帝就降下天火硫磺 灭掉美国 灭掉欧洲 我没有这么说 我不知道 因为上帝有上帝的时间 而且接下来怎么样 那还要看教会啊 因为美国还有很多教会啊 还有很多福音派教会啊 还有很多天主教教会啊 而且要看我们这些基督徒 OK 所以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只说 我只是告诉大家 现状就是如此 我没有能力预知未来 OK 但是我看到这个现状 我要告诉大家 那我只知道一个事实啊 请大家记得 跟你们很熟 跟你们很要好 所以我要跟你们分享 这个很重要的信息 如果我们现在在 Titanic上面 泰坦尼克号上面 你知道他一定会沉默的 OK 我们能做多少 做多少 希望延迟他的沉默 但是如果你知道 他已经要沉默了 他必定会沉默 那你要做什么 赶快找救生艇啊 是不是啊 OK 所以如果西方 他必然会没落的 他必然会沉沦的 已经在加速的沉沦当中了 那我们要做什么 赶快找救生艇啊 我们的救生艇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 这就是我们最稳固的救生艇 所以呢 我不惧怕 我只是尽上我最大的努力 执行我的使命 来告诉大家这个现状 不要默示撒旦的存在 不要默示撒旦的作恶 好 这里是寻经问道 我是宇玲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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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